每次上課吧,基本上我還是會錄影下來 OK,那提供給各位,你就自己 當然不是每一個都很需要啦 不過如果你很天才,你說我都會的話,沒關係,你可以不用看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自己看 像上個禮拜那個VBA,我想應該很多人都忘光了 因為每次我的心得這樣 因為講當下,好像大家都打得出程式 但是呢 隔個幾天之後,發現大家都忘光光了 比如說現在考你 把上個禮拜的範例的那個結果的程式寫出來 我想應該很多人應該 能夠把它打出來正確的 哇,那算你天才了 OK,那大分應該是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請你把它複習一下 那我是建議啦,你不用死背 因為現在其實都是有一個邏輯性的 最重要是你去了解那個邏輯 你把那個邏輯,把它理解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完全不需要感情的 所以千萬不要放感情進去 因為放感情進去 你不要一直鑽你腳尖 千萬不要把它用人的思考角度去看待它 你就把它當一個機器 然後呢,按照應該要做的事情 把它做,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 當然你可以全部播放 你也可以部分播放 OK,你就是 那不過它應該理論上會 我會先跳那個廣告 你會把它跳過 因為現在好像廣告越來越多了 你可以把它 而且它還不能略過 現在好像 Youtube真的是太賺了 OK 好,那 還有耶 是看完還要再看 所以 啊,越過一下 那我印象中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它還要叫你要 父親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 我還特別在上面 加上那個字幕 OK 這個是我加上去的 那這個字幕的話 那不夠各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字幕其實是自動產生 就是我用程式 讓它自動辨識的 所以還是會有辨識錯誤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很認真在看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不把它校對之後再放 我寫想校對 但是太浪 太花時間了 我頂多是能夠把字幕放上去 我都已經覺得 我已經做了 另外的話呢 我還有把我自己錄進去 有沒有 OK 這邊看到我吧 OK 那解析度的話應該 大概調應該都會調吧 應該最高 這個480 應該最高是720 那還有同學問說 老師你怎麼不用1080 1080有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解析度太高之後 那個字會變太小 那如果把字放大的話 那我這個錄影程式 它就會一直在那邊跳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 不過720我想應該也夠了 OK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影片 委屈的話 假設我剛剛講的 4V圈有沒有 跟VBA部分 如果你不熟悉 你可以回頭再看過 OK 那每一次上課的話 以言則上我都會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把每次上課的影片放在這邊 然後 當然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覺得我做這件事情 覺得做的 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 那當然 請不要忘記 點個讚吧 OK 因為說真的 這件事情不是必要一定要做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 做的還蠻 我覺得是有必要 因為我擔心大家學不會 就一直會 跑來問問題 一直問問題 然後一直沒辦法下課 所以我錄完之後 我發現有一個好處 大家好像都比較 不太會 問一些 重複性的問題 OK 因為影片就有了 對不對 OK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底下 可以留言 比如說 你看到哪個地方有問題 你可以跟我講說 是為什麼那個地方是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地方 你不太清楚 你就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好像數位學員 本身也可以做互動 我不知道 其他的話 當然 如果你跟我 互動的比較多 因為我們 成績裡面有一個是平常成績 如果你的互動比較多 我也比較認識你 也知道說你有在 就是在學習 積極的學習的話 那當然 我也會在平常成績上面 給你多一點的分數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其他還有就雲端 所以我剛剛講過 雲端的部分 我也是建議各位 可以善用那個雲端資源 因為 像這個雲端白板裡面 就有剛剛的答案 上面其實每一題都有答案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答案的話 其實上面都會提到 像我們剛剛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就是主要有 FINE函數 跟MID函數 還有IF-AR函數 總共會是這三函數 那最後的公式 就在這裡 OK 但不是說叫你從頭打到尾 我相信很多人從頭打到尾 要能夠正確的話 應該也蠻困難的 對 所以不是叫你從頭打到尾 而是希望說你能夠用理解的方式 然後呢 可以按部就班 用比較正確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的方式 把這個公式快速完成 也就等於你這個公式完成的話 那基本上就代表說你的工作也完成了 而且這做完之後下一次 你就可以直接再來 沿用的話 那你也可以少掉很多的 這個時間浪費 那所以第一個函數部分 那錄製聚集前面有做過 所以可能錄製聚集 有些如果做過不太容易 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的話 那我就會給各位自己去練習 有沒有 把他錄下來 錄下來前面有講過嘛 你先彩排一下 彩排過之後開始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請自行再加上什麼呢 註解 有沒有 第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B1 它就幫你產生這一行程式 然後呢 把這個公式輸入上去的話 那其實就產生這一行程式 不過每一個程式你會發現 前面其實就是物件名稱 點後面的話呢 就是那個方法 或那個屬性 這個程式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規則了解的話 以後呢 你也會慢慢發現 其實程式也沒有那麼困難 沒那麼複雜 也就掌握它的基本規則 OK 所以慢慢 慢慢累積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回到 剛剛講到的部分 就是這個公司 所以公司我講過 第一個 會用到MID 不過MID裡面會有兩個問題 需要解決的 第一個是哪個字開始 第二個是總共幾個字 那這個當然我們不能用眼睛直接看 因為如果眼睛看的話呢 那變成說每一個都要自己來 那跟土法鏈鋼其實也沒什麼差別 所以好像快一點點 但是好像也快不到哪去 所以呢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這兩個問題 怎麼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STAR NUMBER STAR NUMBER是找前刮號的位置 再加1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我要怎麼樣找前刮號的位置 那幾個字的話呢 就是找後刮號的位置 減掉前刮號的位置再減1 那就會有這個數字 所以我只要把這兩個東西變出來 再放到MID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可以分T次 一般我習慣是先找前刮號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有沒有 找到那個文字類的函數 那因為尋找函數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文字 尋找什麼文字 所以你在裡面找到F開頭的 那就有Find OK 那當然有些細節我剛剛講 我是建議你最好每個函數 有空的話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那細節底下有函數說明 其實這個等於是 Excel的官方說明書吧 那你們可以自己再閱讀一下 裡面其實有蠻蠻詳細的說明 OK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三個參數 那 其實 最後一個其實可以不需要 因為他這邊好像有提到說 如果 假設你這邊是空的 若為省略的話 那表示從1開始 意思是從頭開始找 所以其實理論上我們把它省略好 所以第三個star number 這個地方可以保持空白 那主要是Find test Find test指的是什麼 你要找什麼樣的字 OK 那V11是去哪邊找 所以找什麼呢 我要找錢瓜虎 所以你打個錢瓜虎 所以你打個錢瓜虎 不過錢瓜虎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這個符號的部分 在電腦裡面會有全形跟半形 的差異 應該看得出來 現在是打半形 半形的話等於是佔一個敗者 如果全形的話是佔兩個敗者 全形的話是長這樣 各位應該都會吧 用新注音的話 那就一個潛倒字緣 這個符號 在escape的下方 然後再加一個錢瓜虎 這樣的話就是全形的 有沒有 這個是全形 然後半形是這樣子 全形跟半形 有沒有看 這個是半形 這個是全形 那其實可以怎麼分辨 你用選的話 這個全形好像佔的比較多 這個半形的話佔的比較少 有沒有OK 那理論上這邊應該是用哪一個呢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試試看 我先用四半形 好 那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要加雙五號 不過因為5凡數還蠻貼心的 你一開之後他會自己幫你加 所以不加也沒關係 理論上當然是要自己加前後的雙五號 那V11的話去哪邊找 去A3裡面找 OK 不過有同學說 為什麼不從A2開始練習呢 跟各位講 因為A2裡面沒有刮虎 特別注意 沒有刮虎你不要找沒有刮虎的 沒有刮虎你自己找麻煩吧 因為沒有刮虎你叫他去Find 那不是一定是找不到嗎 OK 所以記得從A3 意思是從B3開始練習 OK 好 按確定 那你會幫你得到3 那3的話什麼意思呢 3就是說他的位置在第3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公式先剪下來 記得不要選到等號 因為我發現同學常常會選到等號 然後貼上就錯了 不要選到等號 好 按剪下 再插入那個MID MID的話特別注意 這個MID的部分 你會發現他會三個訊息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比較好 第三個字 刮虎 可是我不要刮虎 所以再加1 刮虎的下一個字就對了 然後呢 要幾個字 那這個時候的話一樣把公式再貼 不過我要先找後刮虎的位置 所以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貼上之後 請你把那個前刮虎的部分 改成後刮虎 那你會發現他這個數字就改了 9 意思是說這個在第9個字 那再來的話再剪 再貼一次 因為剛剛貼的話是 剛剛是負字是前刮虎 所以把後刮虎的位置 剪掉前刮虎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 他多一個刮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剪 理論上應該是剪4不是剪3 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剪的是剪什麼 剪他前刮虎的位置在第3個 可是實際上呢 他的字 第一個字是在第4個 所以其實就會差1 所以有沒有3跟4差1 所以記得最後再把它剪1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剪1的意思吧 OK 因為常常同學都跑來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多剪1 因為我剪是剪3不是剪4 剪4的話就不用再剪1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公式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吧 所以我們其實基本上第一步是什麼 先find前刮虎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這邊貼 再貼一次 把它改成什麼後刮虎 再剪掉再貼一次 然後後面記得剪1 這樣按確定就OK了 那確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那當然你也可以向上填滿 不過呢 你會發現 會發生錯誤 以後看到請開頭的話 表示是錯誤 那什麼錯誤他會告訴你 value value是資料錯誤 為什麼資料錯誤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錯誤訊息主要來自什麼 來自於你find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叫他找錢瓜阿虎嗎 可是問題這個裡面有沒有錢瓜阿虎呢 沒有啊 意思是說 你不是叫我找錢瓜阿虎 可是這裡面根本沒有啊 所以他給你一個錯誤訊息 跟你講說 這裡根本沒有瓜阿虎啊 所以這個減肥劉醫師是這個意思 裡面沒有瓜阿虎 你幹嘛叫我去找 OK 所以他其實有點跟你抗議 所以以後看到什麼 看到緊開頭的 意思就是他跟你抗議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說抗議無效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抗議訊息 把它 把它怎麼樣 比如說像 以前那個年代應該會吧 以前比如說有異議分子 有沒有發一些不應該發的 對於政府不利的文章的話 會被消失有沒有 有沒有 不知道叫什麼被和諧是不是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說 那如果你要被消失的話 或許太遠了算了不要講這個 OK 那我們就可以用另外函數 什麼函數 最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看到這個需要 希望能夠被去掉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請各位注意哦 你游標再放在B2 因為你用B3B2都可以啦 然後我們直接用B2 等一下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你可以再把這個工資減下來 減下之後的話 記得哦 以後如果發生這個錯誤哦 一律哦 都可以用一個叫邏輯的函數 可以把它過濾掉 所以這個函數的話 名稱就叫做一副 一副就是如果嘛 後面這個L的話呢 就是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時候 那要幫你處置 要怎麼處置的意思啦 OK 所以這個就有點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過濾錯誤的函數 有沒有 白話的意思是這樣 過濾錯誤的函數 那這個if 這個後面EROR 這個叫L 因為實際上我發現很多工程師都念ERROR 其實早期好像我們在同行裡面也是叫ERROR 可是後來我發現外國人都講ER 後來我查一下其實應該念ER才對 那為什麼 就是工程師裡面都會念ERROR 我覺得好像是以而傳而吧 可能第一個念ERROR 然後呢 後面的人就跟著也念ERROR 然後到處都 反而你如果講ER 別人說 什麼東西 他反而不懂了 OK 所以其實好像 很多的那個英文發音 其實說真的 好像台灣很多都會有一些問題 只是說沒有特別去研究啦 反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剛好公式剪下來之後 第一個先貼到VALUE裡面 讓他檢查看看有沒有出錯 如果這個公式的結果是錯誤的話 像這個有沒有 那 如果VALUE啊 就是這裡面的資料 假如說像這個狀況 它是錯誤的話呢 那請問一下 VALUE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請問一下你要做什麼處置 它所以一個問號 就是 不要讓它出現 不要讓它出現 那不要讓它出現 特別是在Essale裡面 怎麼樣讓它消失 消失還記得吧 其實就是把它清掉的意思 那前面好像在VBA啊 或者在好像有沒有用過吧 就是加什麼 還記得嗎 其實就加兩個雙銀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是表示 幫我清掉的意思 OK 所以兩個雙銀號 其實在字串 你在文字裡面 其實就是清除的意思 OK 或者是說這個也 另外有一個名詞 叫空字串 就是沒有東西 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就空的 空的就是清除嘛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盡可能 在有些術語裡面 其實 當然你在職場上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麼清楚 反正就這樣用就對了嘛 所以很多人 你問他說為什麼這樣子 他可能回答不出來 反正就這樣用就對了 其實因為我常常問我同事說 為什麼這樣用 他也回答不出來 反正就這樣嘛 大家都這樣就這樣子嘛 OK 你不用想太多 那但是我就是 早期就是會想太多 我就想追根究底 為什麼 為什麼 OK 所以常常就會 被人家覺得說 這個很怪怪的 OK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對我 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 別人真的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我是 就是 我的背景是中文系 但是我卻跑去科技業 當工程師 所以對他們來說 好像我的思考邏輯跟他們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常常會 我變成說 我感覺好像自己 會有 沒有自信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 其實上班就跑兩個地方 一個不就是跑圖書館 一個不就是跑書店 所以那個時候的話 反而也累積了 不少的能量 後來發現 也 慢慢發現 累積自信的方法 就是多閱讀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個問題應該就解決了 所以剛剛把公式撿下 然後貼到Evere 然後另外的話就比如說 這個是公式 這個的話就是清除 OK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結果 就完成了 OK就是剛剛寫的這一段公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